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途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点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杨兆先生的诗 他是台湾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他在1940年出生 上个月刚刚去世 大概是80岁不到的年纪 因为他的诗使得台湾在重要的一些 文学史的转折上面 有了特别的面貌 所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杨兆先生离世的时候 花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杨兆先生的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当然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找杨兆诗集 或者是杨兆诗选来阅读 要讲到杨兆的诗 当然就必须要牵涉到 我自己对于台湾现代诗史的一些 基本的观念 我认为台湾现代诗 有一个核心的主体 是抒情诗 也就意味着和西方现代诗的潮流相比 台湾现代诗的文类 相对是狭窄而且集中的 集中在抒情诗上面 所以就制成了一个抒情诗的传统 而且在树心诗的领域当中 有了非常惊人 非常杰出的成就 现代诗有它不同的渊源 不同的发展 不过在台湾的文学史上 树心诗的传统 显然远远压过了其他的一切 格外的突出 在战后的台湾现代诗上 现代诗的成就的重点 就是在于树心诗上面 我们看台湾现代诗史上 几乎找不到任何一首经典的史诗 尽管有一度时报文学讲 曾经刻意多年要征选 叫做叙事尝诗 不过经过了时间的掏袭 那些大部分是由抒情诗人 转变跑道 勉强转信去写出来的叙事诗 也没有几首是真的可以留得下来的 对照例如说像拉丽美洲的传统 我们显然没有 也不会有像聂鲁达那样的一种 群众的诗人 革命诗人 我们也不会有众口传颂 煽动集体运动行为的革命诗 如果对照美国北美洲的状况 那我们显然也没有 也不会有Bob Dylan 我们也不会有Leonard Cohen 没有那样的一种 介于诗跟歌之间 可以读 但同时也可以吟唱的诗 不过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还要有一些更细腻一点的修正 那就是台湾现代诗 不会都只有抒情诗 更重要的要来定义 抒情诗到底是什么 在经过了更多的阅读 跟更多的思考 我把抒情诗放在跟史诗 叙事诗群众诗 其他传统的对照来看的话 依随着西方文学史 对于诗的惯常分类概念 诗的两大派别 就是Epic跟Lyric 在西方的历史上 史诗和抒情诗的的确确 是有着敬畏分明的差异 但是到底史诗和抒情诗 最大的差别 最大的分野在哪里呢 也就是说 从作品文献评论研究上 各方面所得到的现成的答案 没有让我十足安心的接受 视之为坚实的标准 不见得比原来的 那样的一个简单的看法好 但是慢慢的 我形成了自己比较能够安心掌握的其他的标准 其中一套标准很有意思的 反而是我在聆听音乐 思考音乐的过程当中 才浮现才形成的 现在对我而言 最重要最有用的一项标准是 史诗的重点在于Discourse 而抒情诗的重点相对的在于Mood 意味着史诗是要说话 有话要说 把话说出来 让人家听到 让人家理解你话里所叙述 或者所说明的 这是史诗 抒情诗呢 他不是为了要说话 不是为了要描述什么 不是为了要说明什么 而写的 相对的是为了要表达 某一种主观的 或者是主客观 暧昧混沌的情境 情感气氛而写的 抒情的沟通方式 所以他不会是理解的 而是感染的 这是从音乐史来的看法 欧洲的音乐 从18世纪进入到19世纪 经历了大变化 主流的风格 从古典主义变成了浪漫主义 那古典跟浪漫 是怎么样的转折 怎么不一样呢 其中一种区别 一种分野 就在于古典主义的表现手法 是discursive 而浪漫主义 则是emotional的 或者是sentimental的 从海顿莫扎特 到贝多芬 舒伯特 甚至贯穿到布拉姆斯 他们基本上 依循的是古典主义的规范 在写音乐 他们认真设计 一个乐剧 和下一个乐剧 一段音乐 和另外一段音乐之间的关系 尽管这样安排出来的音乐 会有强烈的情感的效果 巧妙的微量变化 换一个角度来说 听这样的音乐 你必须要多了解 作曲家设计了 什么样的动机 什么样的主题 在这里节奏如何变化 又如何让这些元素 依循着一定的逻辑 跟变化开展 你了解了 就有助于和音乐 建立更紧密的连结 从音乐当中 听到更多 感受更多 也因此 演奏这样的作品 演奏者呢 就不能够沉浸在感受里面 这个演奏者 就必须要弄清楚 乐曲里面 所要说的 一句一句 一段一段 你要把它说清楚 因为你自己 必须先想清楚 你要清楚 有把握地 把它表达出来 才算符合 作曲家的基本的精神 作品是用 discussive的风格写的 如果没有把那样 线性的 井然持续 放进到演奏里 那你演奏出来的音乐 很容易就 我们就说 散掉了 因为它是模糊的 凌乱的 不知所云的 就算演奏者的本意 想要凸显 音乐当中的感性 可是这种作品 从海顿到 苏伯特 到布拉姆斯 他们的感性 也只能够在 有头有尾 有中央的 这种明确的秩序当中 才能够发挥效果 如果模糊 凌乱 不知所云 那你演奏 贝多芬 苏伯特 布拉姆斯 那样的演奏的方式 那是感动不了任何人的 19世纪中叶的 浪漫主义运动 却逆转了 这样的音乐的道理 并不是说 浪漫主义的音乐 就没有秩序 就没有结构 而是浪漫主义的音乐 该以引导刺激 emotion 情感 作为他的目的 这个时期的音乐家 转而写一种 全面感受性的音乐 就算有秩序 有结构 他们也不要听众 随时去感受到 秩序跟结构 他们所要追求的 刚刚好相反 要让听众 遗忘秩序 遗忘结构 在遗忘不自觉当中 被音乐带进到 起伏的情绪变化里 或者应和音乐 唤醒了自我内在 深藏的记忆和情感 那是一种 英文里面说 叫做spell 那是intoxination 那是trans 那是对反理智的 一种诗神的状态 因而演奏浪漫派 或者是后继浪漫派的作品 就不能刻意 把话讲清楚 讲清楚 就不会有这种 诗神迷醉的效果了 演奏肖邦 你不能把 一个一个乐剧 断得干干净净 你不能够把 内声部 或者是某一些 暗淡 低音 凸显出来 你不能维持 固定不变的节拍 这些用来建构秩序的元素 在肖邦的音乐里 变成了 让人无法进入 诗神迷醉状态的障碍 那如果你是要演奏 李斯特 即使是 他的叫做 练习曲的作品 他有非常重要的 超级练习曲 像这种曲子 你都不能够 把每一个快速 划过的音 弹得清清楚楚 也不能够把 排山倒海 轰然而来的 这种大音量的声部 不混杂的 把它分别开来 那样就传达不出 李斯特要深入的 那样的一种 极端的情绪 激动 绝望 崇高 邪恶 还有那种 可生可死的迷恋 也就在这里 区别看了 例如说 布拉姆斯 和 华格纳 或者是 马勒 布拉姆斯音乐当中 最强烈的情感 只有在 你讲清楚了 每一个音符 每一个乐句 它才会涌动 冲击我们 相对的 华格纳 或者是 马勒的音乐 却是在 大家都遗忘掉了 音乐乐句 和声的道理的时候 才产生了 终极的感动 我曾经跟 一位指挥家 闲聊 谈到了这个 音乐时 变化的观察 这位指挥家 用他的经验回应 说的确 指挥演出 布拉姆斯 和 马勒的交响曲 很不一样 尽管 马勒交响曲的 编词跟规模 都非常的庞大 但是呢 演出 布拉姆斯 要比演出 马勒 来得辛苦 演完 也会觉得 比较疲倦 这我的认知是 因为 马勒的曲子 可以 也应该 在一种 集体流荡的 情绪当中 这样一次 不断地 划走过去 但是 布拉姆斯的曲子 却没有办法 这样演奏 不管对于 指挥 或者是乐团 都不能 你要一直 不断地 动着 四片的力量 一直不断地 思考 一直不断地 去理解 其中的讯息 和结构 对于音乐的 聆听和思考 让我在 这段时间当中 换用不同的角度 来分类 现代诗的作品 有 Discussive的诗 另外也有 Emotional的诗 也就意味着 有那种 有话要说的诗 另外 也有那种 主要是为了 传达感染 气氛的诗 从这个角度 当然 台湾战后的 现代诗 是抒情诗 以抒情诗为主 可是抒情诗 又分成了 像是 周梦蝶 伤情 雅旋的诗 另外有像 杨木的诗 那就意味着 有一部分 是Discussive的诗 有一部分 是Discussive诗 另外有一部分 是Emotional的诗 我们休息会儿 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从早晨到晚上 有音乐陪伴 快乐时光 愿与你分享 只有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爱飞起来 感谢邻居收听 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 九点 为他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上个月刚刚过世的 杨木先生 他的诗 如何来理解 如何来读杨木的诗 在我对于台湾现代诗 基本的一些认识 跟理解当中 我曾经提过 叫黄金十年的看法 也就意味着 从大概是1956年 到1965年 这段时间当中 台湾现代诗 到达了一个特别的高峰 在这段时期当中 诗人所写出来的诗 基本上 是我前面所解释的 叫discussive 有话要说的 他们运用了 现代诗的形式 运用了减省扭曲的语法 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 意向跟逻辑 无非是想要让他们说的话 透过迂回的方式 能够跨过政治社会 以及自我恐惧的审查 说出来 而且可以说得更深 更广 更痛 虽然隐晦 但是创作的根本的动力 毕竟来自于 要努力诉说 难以诉说 不可诉说的那种 离乱 战祸的经验 战争创伤之余的生命的形式 那是discussive的 只是那种discourse 那种说法 不是直白的 是间接的 那是一套 用coded language 用暗码 所写成的讯息 需要被解读 但重点 仍然是在于 拨开表面 解读出内在的讯息 而不在于 单纯只是接受 这一个一个暗码 看到那些文字 所构成的符码 我们明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们要想办法 解码 解读出 诗人常在 辅马间的叙事 或者是感慨 也正因为 必须要通过解码 我们才能够 碰触到 他们的叙事 和感慨 解码的延荡 费力的过程 会使得我们 对于内藏的叙事 与感慨 了解得更深 也了解得更私密 诗人的叙事 和感慨 跟我们的 私人记忆 私人情怀 有了连结 有了呼应 这些诗人们 他们要说的是 我很痛苦 我很想家 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我寂寞 我没有把握 生命是有意义的 等等等等 但如果 他们用这种方式 直接的说 我们读到了 只会觉得 那是他们的痛 他们的寂寞 他们的彷徨和犹豫 但是 他们转以 间接迂回的方式说 逼我们 随他们的文字 绕进自己的内在意识 幽为 阴暗 压抑的 意识的角落 绕着绕着 那就变成了 我们自己的痛 我们自己的寂寞 我们自己的彷徨 和犹豫了 起码这些现代识 所需要的 不是数学天才 而是愿意 灌注我们自己的 生命经验与体会 把我们的记忆 把我们跟这个世界 曾经有过的 局与冲突 把最深最无奈的感慨 给叫换出来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 如此隐晦的诗 才会变得可解 书情诗和这种 已按码书写的诗 最大的差异就在于 书情诗没有要我们去解码 而是要我们去感受 所以台湾现代诗 在50年代中期 到60年代中期 出现了成就惊人的 黄金十年 那十年的成就 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 以超现实主义 为底蕴的战乱 悲韵 宿命的语言符马上 这些诗人 他们的流离遭遇 他们相应的 恍恍然的痛苦 再加上政治局势的压抑 还有沉默 在在就使得 他们不得不诉诸 一种隐晦 但是浓烈的语言 跟语法 来发出 碰触到灵魂底层 最深刻的那种 焦虑的经验 1965年之后 那样的战乱流离背景 逐渐淡出 所以洛夫停止了 他十四次死亡的写作 进行风格转化 商情跟周梦迭 大量的减产 一年只剩下 就写两三首诗 郑筹宇暂时停笔 要过十年之后 他才有作品 而新的作品 也就跟原来 郑筹宇诗局里面的 那些作品 大意挤去了 亚璇更是彻底 停止了诗的创作 从此再也没回来写诗了 原有的主流风格 陷入枯竭的困境 如果没有新的风格 刺激出新的创造力 我们可以想象 台湾的现代诗 很可能就在 黄金十年之后 快速走下坡 变成一个战后 昙花一现的传奇 甚至也可能因 后续无力 而使得黄金十年的成就 都被忽视 都被遗忘了 还好 这时候 有当时叫做夜山 后来叫做阳墨 这样一位 奇情特别的诗人 他所提供的 新鲜抒情诗的风格 在缝马化 Discursive Formation 暗淡之处 新的感受性的抒情语法 发出了亮光来 由比到此 让人不觉 现在是曾经有过 发展的危机 不觉 现在是曾经低潮 曾经没落过 因而阅读阳墨的诗 跟阅读商情 或者是亚璇的诗 要有不一样的方式 不一样的态度 阳墨的抒情手法 其中一项成就 就在于抗拒 理性的解释跟分析 如果他的诗 也能够用像 对待亚璇的诗一样 拆开去解码的话 那阳墨在我的心中 也就不会有 那么高的地位 阳墨绝大部分的诗 是不能解释的 他先在我们的心里面 激起一份莫名的信任 任由他 在将理性暂时搁置 蒙上眼罩的情况底下 把我们带到一个 过去不曾去过 甚至不知道 他存在的一种 情感状态当中 例如说 他写过的一首诗 叫做《你的心情》 一共有三段 我们来读一下 其中的这一段 你的心情 我想我知道 当黄昏 自圣诞红上吞色 黑夜在 红瓦暗淡的 屋顶上军寻 啊 你的心情 好像那霜雪 我试探着 感觉七行下的 微温 那里曾经 有一座火山 火山 是你的心情 我知道 像这样的诗 劈头就说 你的心情 我想我知道 没有道理 不解释 却自然传来了 深情意味的声言 我们也就 没有道理 不求解释的 就陷落到 其中的 塑情气氛了 如果你平常 并不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人 如果你过去 对于塑情时 带着一种 抗拒的态度 你没有习惯 将自己交给 一个声音 一首诗 一个诗人 你迟疑 甚至拒绝信任 因而 遇到的 抒情诗的时候 你会不自主的 披护起 鸡皮疙瘩 那我只能说 也许 你可以 来读读杨牧 读读杨牧 那样一种 高度 感染性的诗 你会对于 如何进入 抒情诗 有一种 在感受当中 所打开来的路 杨牧创作的 生涯当中 有几个 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 他出道非常早 16岁的时候 就发表了 他的第一首诗 而且他创作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长 一直到他78岁 至少我现在 能够看到的 他最后发表的作品 写成于他78岁 而且从16岁到78岁 长达60几年的时间当中 我们几乎看不到 杨牧在任何的时候 因为生命当中的 任何的转折 而放下了 写诗的笔 另外更惊人的一件事情 是杨牧在他的作品上面 高度的完成性 杨牧写好几种 不同的文类的作品 例如说 因为他在学院里面教书 所以他写论文 除了诗之外 他又运用他那种 独特的文字的风格 写散文 这几种不同的文类 杨牧在创作上 都非常非常讲究 完成性 不过呢 三种不同的文类 程度不太一样 他的论文 偶尔我们会感觉到 有点勉强的地方 或者我们可以说 有败笔 有失手 他的散文 就已经很少有败笔 很少有失手了 其实他早年 所写的《夜三散文集》 里面的一篇一篇的文章 有头 有尾 有中腰 有情感 有叙事 都是那样的 像猪鱼一般的完整 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成就 然而 跟他的散文相比 他的诗 更惊人 从十六岁的第一首诗开始 一直到 他将近八十岁 杨牧几乎没有任何一首诗 是败笔 是失手的 这我们就了解到 他在创作的态度上面 是如何的认真 他会一再的回到 文字的声音 以及意象上面 要追求最适当 最美好 最完整的 那样一种表达的方式 所以杨牧德斯非常奇特 一方面 他有高度的感染性感染力 我们可以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分析 单纯从直觉里面 从文字字句当中 就透显出一种吸引我们继续读下去的一种奇特的力量 不过在这样的一种直觉的阅读之外 你也可以更认真的去想 为什么他的作品会这样写 每一行跟每一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还有一个字跟一个字 彼此之间的声音 用什么样方式发生关系 一段跟一段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安排 如果你用这种非常认真的方式 仔细一而再再三 反复的读杨牧德斯 你又会一直不断的有新的收获 更高的收获 因为杨牧的确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写诗的 他计较每一个字 每一行 每一段 但是他跟所有其他人最不一样 也是他最高的本事 当他用这种这么仔细的方式 把诗琢磨完了之后 写出来的作品 却让我们不会感觉到任何不自然的地方 明明是如此精巧设计的 但是我们读来 却以为那就是直接 自然的从他笔下流泄出来 这样的本事成就了他在台湾现代诗史 在台湾文学史上 简直就变成了一个高峰的奇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杨牧德斯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 长一端 我就只能去穿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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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